amwattnews今天跟大家分析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耻 最新在今天公布 我们的幼儿园将会在星期六提早放年假 原因就是在于有三百七十几间的幼儿中心 爆发流感的个案 当中他们占整体的数字 就达到百分之三十六 即是说有接近四成的幼儿园社 这些幼儿园社都出现过这些个案 幼儿园社是否攻陷了幼儿园社呢? 如果你看到数字来说 虽不中亦不远 而且如果你继续行常地 继续一般的上学安排的话 我估计其实卫生署或者专业的医生 他们都应该估计过这个情况可能是一发不可收拾 之前其实港大学者袁国勇就说 在这个学童的年龄层来说 如果这个流感是不能够抑制的话 就相当大的一个可能会发生这个很严重的后果 那现在看来就不幸而言中之 那究竟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流感这个问题 又应该怎样去理解 或者作为市民我们可以有什么措施去做 或者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 现在政府的做法是不是已经是稳妥呢? 看回今年来说 其实政府在防止流感的问题上 做的功夫是比往年多的 免费提供的疫苗的涵盖范围 可以说是大部分的一些老年人 甚至乎50岁以上 小孩子从6个月大到12岁 伤残人士 有很多的 譬如我们大家都觉得 他们是有机会染病和染病的时候 会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 的香港市民 其实特区政府也有一个做法 是帮他们打这个流感疫苗的 但是为什么 现在回头看 流感这个状况仍然这么严重呢? 我不会说这次特区政府是一个失误 因为事实上病菌或者疾病的问题 确实不是每一次 这个疫苗都能够百发百中的 就算你真的打中了也好 你个人本身的体质 或者健康的状况 都会令到病菌 对你的身体的严重伤害性 都各有不同 但是呢 其实我觉得 政府在某一些方面来说 都可以考虑一下 做得更加多一些功夫 去应付这个四至六个星期的流感高峰期 第一 究竟为什么呢 政府到现在为止 都还是把这个流感问题 只是画在这个 可以说是一些的 婴幼儿啊 或者是一些幼童啊 在这个范畴上面呢? 其实呢 至到现在为止 有一百八十几个的 一些入院的 这个流感的成年人个案 有八十一个是去世的 那就是说呢 其实呢 成年人在验到这种流感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死亡率呢 也都相当高 那究竟 未来来来说 在研究 除了你说是这个 婴幼儿的流感疫苗的防疫之外呢 其实成年人是不是也都应该呢 去加多一些资源 去看看怎么样呢 去减低他们的发病率呢 另一方面来说 其实呢 就这次呢 政府呢 就希望呢 就用这个提早放年假的方式呢 使到呢 这个 啊 儿童呢 他们那个的交叉感染啊 或者接触机会减少 那但是 另一方面来说呢 其实 如果你说成年人染了流感的话 那他们的状况 也都不会是说 啊 那究竟 政府在这些方面来说 又有没有什么的措施呢? 是可以呢 是加强宣传呢 令到呢 成年人呢 都了解到 他们都是身陷这个流感的阴霾之中呢 再说了 就是说 政府呢 其实呢 这个食卫局呢 到现在为止呢 公布的数据呢 绝大部分 啊 譬如我看今天的一些 政府公告的新闻内容呢 都是没有提到呢 一些的 譬如是 年纪比较大啊 或者是 中年人啊 他们的流感的一般的感染数字啊 或者是求疹个案啊 一些很细微的分析这样 这样子 这样子就令我担心了 就是说 现在的香港 确实跟以前已经有很大的分别 究竟是本地的个案多啊 还是说 其实会不会 在我们一个人口密集 那么多呢 内地人呢 大家呢 村来让往 我们也有很多人呢 会北上的 那究竟在这些方面来说 政府有没有一些统计数字 就是说 啊 会不会一些的外来 传入的流感个案啊 或者呢 就是说 其实会不会在机场啊 或者一些出入境口岸的时候 已经发现到一些的疑似的个案 而又有没有即时通报呢 呢 我觉得呢 预防流感呢 确实呢 不应该呢 是有一个所谓 年龄层面 年龄层面上面的一个重大的区别 当然 我们大家都明白到 小孩子呢 其实呢 他们那个的身体接触啊 玩啊 的时候呢 会比较多 他们呢 也都容易呢 互相交叉感染 那但是 我们是不是真的 完全将我们的精力 放在那里 就可以呢 令到这个流感疫情呢 就能够压得下来呢 反过来说 我觉得作为政府 或者卫生当局 哈 应该呢 全面性一点呢 将一些呢 成年人或者呢 其他类别的一些人士 甚至乎是游客啊 啊 或者究竟 他们究竟去过哪一道啊 来自哪一道啊 啊 这些资料呢 如果他们在香港都有流感的话 都应该呢 作出一些分析 就算你不公布也好 哈 我觉得你都应该是掌握这些数字 因为事实上 数字晓说话嘛 如果你说呢 我们现在 眼看到政府 那个的 所谓公布上面的资料 那么集中于 在某一些的年龄层的话呢 确实是令人担心究竟政府呢 在掌握这个整体的流感疫情上面呢 其实会不会真的呢 完全掌握了这些资料呢 今天跟大家谈到这里